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发 你没死啊 在你没有得到报应之前 我怎么可能死呢 是江子牙把你救出来的吧 神功报 神功报 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江子牙 我们曾经发布试的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不能杀我的 怎么了 你也怕死啊 你也会有害怕的一天吗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我江子牙不杀你 激公子也绝不会放过你的 江子牙 只要你不出手 就凭他激发他能杀得了我的话 忍命 神功报啊 神功报 我看你啊 你太不要脸了你 这全天下的人 就说你最没出息 瞧瞧你啊 你人长得又丑 心机又那么重 你瞧瞧你 跟我弄废一样的 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啊 哎呀 你要是跟我打 我不一定打得过你 可是你要跟那位激公子打 我告诉你 你今儿就是死定了 别废话 激发 就算你的手脚给借好了 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领 能打败得了我 好 我们试试 金公子 把我师父教你的那一套 打出来吧 无极 我们退到一边去吧 哦 啊 啊 呀 哇 哇 啊 啊 你这是什么病情 黄玥 黄玥是什么 黄玥是专门用来对付你这种心怀不轨的修行之人的 怎么样 现在你的法术都施展不出来了是吗 姬公子 了结他吧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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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武吉 他 姬公子 我求求你啊 放了我吧 姬公报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也有求饶的时候 今天 我就打死你 狼心狗肺 万物负义 你将冲破 挂连心血 禽兽不如 今天 我就把你碎尸万断了 姬大哥 走 走 翠萍 翠萍 走 翠萍 翠萍 怎么让这个混蛋东西得跑了 算了 她逃得了一时也逃不了一世 救人要紧 翠萍 你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翠萍 她种的是蛊毒 蛊毒 蛊毒 什么是蛊毒 蛊毒 蛊毒是全天下最毒的东西 就算是修行之人 服下以后也难保不死 更何况她是繁体肉身哪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翠萍 没错 蛊毒是我自禁喝下的 我 我准备了蛊毒 是要跟神公包通过瑜伽 翠萍 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 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啊 我的切牌 我的切牌已经被神公包给毁了 光潜 光潜你的手脚已经被她弄断了 我以为 我以为你已经不再认识了 如果没有你 我翠萍独自偷生 又有什么意义呢 翠萍 你挺住 你挺住啊 师父 您赶快想想办法 救救她吧 不是我不想救她 而如今这蛊毒 已经侵入了她的全身 就算是我师父来了 也不一定能够帮得了她 翠萍 翠萍 你不要难过 能看到你好好的活着回来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翠萍 你答应我 不要死 你不能死 我现在 我现在肯定活不成了 光潜 神公包她也喝了骨毒 我不知道能不能毒死她 不过至少 至少她喝了毒酒 来挨了一刀 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翠萍 你怎么能这么少呢 你不知道 这个 你也搭上一条命了吗 当我的亲爸 已经被他毁掉的时候 我就已经没命了 剩下的 剩下的只是一具躯壳 一具想要报仇的躯壳而已 你 齐大哥 麻烦你跟我爹说 我这个不小的女儿 不能再孝敬她老人家了 你 还有 还有 这块玉佩 是当初给你的信物 希望你以后看到玉佩 就可以想到可怜的翠萍 好 好 还有 还有 你跟我爹说 让我爹 通靠西齐和你父亲 一起公大婚去 翠萍 你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江先生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救救翠萍好不好 季公子 我师父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算我师祖来 是没有办法的 你还是赶快让翠萍姑娘去吧 你看我这张嘴我 季公子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 是翠萍姑娘 她命该如此啊 翠萍 翠萍 我说过你不能走 翠萍 我说过你不能走 我不让你走 翠萍 你不要走 我不要你走 你在我心里 仍然是最清白人 我爱你 我爱你 季大哥 有你这句话 我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翠萍 我做了 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能走 成功了 我没想到你 你怎么能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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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公子 对他来说总算是一种解脱 季公子 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答应过你爹的 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当然没有忘 不急 你告诉我 江先生 到底是不是那位白发老者 我不是 我当然不是了 江先生 你果然是我爹要找的那位奇人 我是不是奇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历练 这段日子以来 你确实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酸甜苦辣 总算是有所成长 这一切都要谢谢江先生 对了 你还是赶紧回西齐 去看看你的爹吧 你爹他很担心你的 江先生 我回西齐可以 但是 我爹要我带你一起回去 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呢 我们该见面的时候 自然会见面的 武吉 我们走吧 江先生 如果我不能把你带回去 我该怎么跟我爹交代呢 神无报 走 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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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公子 神功报早就疗伤去了 要找我请到水田院 后会有期了 水田院 嗯 哎呦 我的宝贝哪吒呀 你真的打算住下来了 果真不回去了 哎呦 我的宝贝哪吒呀 你不要一进城堂关 就板了一张小脸吗 嗯 师叔母 嗯 我越接近我们家 我就越会想到我爹是怎么对待我的 啊 嗯 你叫我笑 我怎么笑得出来吗 哎呀 哎呀 宝贝哪吒呀 哎呀你这天下啊 吴不是的父母吗 哼 对不对啊 不过说起你这个爹啊 真的很让人生气啊 你师叔母我为了能够让你重生 我天天待在那个庙里面 白天我就发传单 到了晚上 还要搞魔奖活动 发烟花表演 还牺牲你师叔母的色相 跳进了烟舞 最重要的 你师叔母我 连发传单的钱都没有赚回来呀 一天正一进来呀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 把所有来烧香的信徒都给赶走了 别的事情都可以不说 最重要的 还把哪张苗都给拆了 你说 你说你师叔母我 能够上这吗 对呀 师叔母 我爹都害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干嘛要原谅他呀 所以我不回去了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气死我了 宝贝哪吒呀 要不先这样 你呀 先暂时住下 我呢先去你家摸一个底 然后再看看你父亲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 嗯 那这下能给师叔母我笑一个了吧 哎哟 哦 我的宝贝哪吒还是笑起了这颗爱肉肚肚的 嗯嗯嗯 可爱死龙 奇怪 公豹怎么还没有来啊 嗯 嗯 玉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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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豹 救我 公豹你怎么了 公豹 我被江子牙和几发有火焰大伤了 什么 我觉得我的法力都快消失了 那怎么办呢 公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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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一些 轰烤 胡 亲 谢谢 公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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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振作起来啊 公伯 你醒一醒啊 公伯 公伯 怎么办呢 公伯 怎么办 公伯 你醒一醒啊 公伯 你醒一醒啊 公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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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呢 姐夫叫我在将军府等着他 虽然大家都对我很好 可是 可是一想到五级 我就好难过呀 小妹 妈 你在为我们家五级担心哪 对了 五妈 你怎么跑出来了 你这孩子 我做什么你都不让我做 怎么了 我现在出来走走 都不可以了吗 不是 五妈 人家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想多了嘛 五妈 人家只是想 五季不在 那我要替她多照顾您啊 免得她担心您嘛 真是个好孩子 如果五季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她可就福大喽 哎呀 瞧您说的 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啊 哎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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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昭帝 啊 马姐 这是不是你啊 哎呀 我以为是妖怪呢 你们见过 这么恶努独自 这么妖绕的妖怪吗 昭帝 你没摔坏吧 我怎么可能会摔坏呢 哦 我只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我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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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好想你啊 所以 所以 我才五体投地的 拜你 哎呀 昭帝 不用行这么大礼 哎 应该 应该的 哎呀 哎呀 妖怪 唉 马姐 现在不是过年 要拜等过年再拜嘛 哦 是啊 啊 马姐 我的五集怎么还没回来啊 哎 对啊 江先生也没回来 他们两个呀 已经去山阳城 就激发了 激公子 激公子他怎么了 他呀 差一点 挂龙 那结果呢 结果啊 结果有我家相公在 还有你的乌鸡 有他们两个在呀 所以激发呀 他平平安安 别了 谢天谢地呀 平安就好 大娘 反正这儿里没有什么外人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哪吒 他还阳重生了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呢 怎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呢 小妹已经告诉我了 啊 游小妹 喂 你的嘴巴怎么这么大呀 为什么不带我回来再说呢 你 你又没有说不能说 好像是龙 那你还也没有告诉别人呢 我 不 不 你戏吗姐 我只告诉五妈一个人啊 而且我还对五妈说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哎呦 你这个聪明 ne 嘿嘿嘿 哎哎呦 这这张跖啊 你这怎么没给你们一块儿回来啊 哎对啊 魔寨呀 还在伤他爹的气呢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将军 气死我了 说起他呀 我就一头都坏啊 他对哪吒实在是太坏了 我在哪吒面前 我一提到他他就生气 我一提到他他就生气 我怎么知道他都不愿回来 所以我就先回来看看 然后 李夫人呢 大厅 在大厅 李将军呢 李将军 去巡城了 巡城了 你早点告诉我嘛 早点告诉我我就从大门 大大方方地进来嘛 还都不从小门偷偷摸摸地进来 一点 一点是说我的形象都没用了 昭帝啊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把哪吒重生的这个消息 一直瞒着李夫人 既然现在李将军去巡城了 不在家 我们赶快到大厅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夫人 好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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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习惯习惯了 走 走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不 当然是真的了 哪吒不仅回来了 而且啊 煙火化身之后啊 他的鸽子变得好高好高 他的魄力啊 这个好强好强啊 谢天谢地啊 感谢菩萨保佑 我们哪吒平安 老天保佑 谢天谢地啊 娘 哪吒没事太好了 要不然 我们现在就是接她 是啊 娘 自从三弟走了之后 我一直都很伤心难过 现在她又重生了 我们又可以好好地聚在一起了 你们哪 整天就只知道玩 你呀 哎 牧长 要是哪吒回来的话 你可要好好管教她哦 我 对呀 我管教她 她没管教我就不错了 不过啊 夫人 她好像还在生她爹的气呢 不愿意回来 哪吒回这么生气不肯回来 实在是她爹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娘 这也不怪爹 是有人说 那哪吒庙里有人谣言获重 我爹逼不得已才拆的 你这孩子在说什么呢 哎 我们那个哪吒庙呀 哇 那这是信徒满天下 赏过旺盛的 啊 花姐 你说得真对啊 看起来你们都不知道 上我们哪吒庙里 来烧香求子的人呢 求生一个孩子就生一个 求生十个孩子就生十个哦 反正就是咱们哪吒 能保佑那些女人 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还有灵眼的不得了啊 我说小妹呀 你说话也太夸张了吧 那哪吒又不是宋子观音 他怎么能保佑女人生孩子呢 你这样说话 就叫妖言获重 我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太幼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 又是什么意思啊 牛小妹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以后你不会说话的时候 就不要说话 每次开口的时候 总是惹是甚非 我 你 你 你什么你啊 你 还有五十步笑百步的 你说话更夸张 我 夸张 我哪里夸张了 你不信问小妹 你说 这个男嘉妙 瞎我忘不忘上 瞎 瞎我 啊 啊 嗯 啊 当然旺盛了 我们哪吒庙啊 不但是香火很旺 哦 简直可以说是 灯火聪明哎 嗯 可以去哪吒庙啊 哎呦 oncé 哎呦 哎哈 嘿嘿嘿嘿嘿Qh 正宿啊就像是湿火一样 红彤彤 红彤彤的 看起来好看起来 对不起 娘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既然哪吒不肯回来 我就去跟你爹说一声 我们一起去把哪吒接回来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我们一家团圆 娘 你要是跟爹说的话 一爹的性格 他肯定不会答应的 要不这样 我和木炸先去看一看 是啊 娘 平常我们三兄弟的关系 非常要好 由我和大哥去劝哪吒 他一定会回来的 这样子也好 好啊 就这么定了 他现在就在客栈 我带你们一起去啊 好 好啊 等等 江先生跟五级真的能回来 当然能回来了 我的芽芽 让我找你 再尘汤花等他 他赶不回 他要是不回来的话 我就死 死死死死死死 把他的屁 巴皮 巴结 那姐夫的 姐夫的皮 就交给你 随便怎么扒都可以 那无极留给我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对她怎么样啊 我 我可以帮你掐她捏她 打她 踹她 咬她 把她当骨锤 只要你姐姐怎么都可以 就是 就是 千万不要拔她的皮 因为人家会 会 会舍不得 你自己也不敢 瞧你这点出息有 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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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大姐 二姐现在还没有来 惊死我了 大姐 二姐 你们总算来了 公报 玉沁 我们在宫中陪大王喝酒 喝得正高兴啊 你这么急着把我们 喊过来做什么 是啊 玉沁 要不是大姐 把弟兄给迷婚了 我们根本出不来呢 我会这么着急 把你们找过来 因为我有急事啊 你们看 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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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了 她身中剧毒 为什么黄月打得 全身的法力都快散了 黄月 嗯 领导是江紫阳 是啊 还有那个激发 大姐 你看公报她 脸色惨白 公报快不行了 大姐 你救救她吧 是啊 大姐 救救她吧 我救救救你 啊 是我 还不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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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女蛙石 应该可以救她 这块女蛙石 是女蛙娘娘的神物 她既然能有补平神定 那就应该可以救她 大姐 那快试试呀 快试试 她醒了 宫宝 宫宝 请请 大姐 莫正是在哪儿 来 宫宝 要不是玉庆 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谢谢你 玉庆 清清啊 是不是你救了我 不是我救了你 为哪儿有这本事啊 是大姐 大姐 多谢你救命之恩 宫宝 你不用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将那姬发 双手双脚给扭断了 没想到将子牙救了她 还将那黄月 就给几发来对付我 还无法离施展不开 要不是大姐 恐怕我早就没命了 江子牙又是你 不止是江子牙 还有那个哪吒 可恶的小鬼 竟然把狮鸡 青鸾 火风都收走了 是 哪吒 哪吒不是已经死了吗 大姐 二姐 不知道那个哪吒怎么搞的 竟然是莲花化身 而且她的法力十分强大 我和时机联手 都对付不了她 还有 她把青鸾火风收去 才在脚底了 啊 啊 莲花化身 嗯 大姐 我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能跟他们立敌 只能智取 玉清 他们现在在哪里 哪吒跟江子牙的那个婆娘 去陈堂关了 回了陈堂关 嗯 舍得姐 据我所知 那哪吒到现在都不理他爹 为什么 因为他爹 把哪吒的庙给拆了 大姐 你在想什么啊 我在想一个好计策 好让他们父子俩 互相残伤 父子互相残伤 宝贝哪吒 知书牧 我在喝水啊 知书牧 我渴 不喝了 不喝了 不喝了啊 你干嘛呀 谁来了 谁来了 啊 大哥哥 江夫人 这位是 他是哪吒呀 你们两个都没认出来 书牧 我现在是莲花化身 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了 你忘了 你还说人家呢 我自己当初也没有认错你了 放心好了 我保证 他绝对是儒甲包换的哪吒诈 大哥 二哥 你们看 这是什么 乾坤圈 乾坤圈呢 你真是哪吒呀 哪吒 哪吒 二哥 哪吒 二哥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们啊 是啊 大吒 二哥 我想好了 我看你们兄弟赶紧这么多 我才能好羡慕啊 我想你们啊 我真的好羡慕啊 我看你们啊 我看你们啊 他终于见到你了 太好了 二哥 二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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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慢慢聊啊 慢慢放啊 二哥 你如果我先出去 就不打扰你们了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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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哪吒 我们回去 我不回去 我现在不想回去 哪吒 娘很想你 她要我们带你回去团聚 是啊 那 那爹呢 爹去巡城了 如果爹还是那么固执 是非不分 做错事又不肯认错的话 我还是不回去了 哪吒 你让爹认错 这样太过分了吧 是啊 我过分 你们知道吗 我再受三年的香火 我就可以重生了 可是爹他 他带人拆了我的庙 害得我差点神性聚散 可是这些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也已经重生了呀 那是因为僵尸叔 他疼惜我 将我的魂魄 带到我师父身边 然后用冒险去取金莲花 和玉莲藕 让我莲花化身 要不然呢 我的魂魄 我早就散了 哪吒 我们还是回去再说吧 我不 如果爹今天要是不来接我 我死也不回去 哪吒 我本来很支持你的 但是你要逼着爹认错 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啊 爹他做错事 本来就该认错 如果他不来接我的话 我就永远不回去了 好吧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回去再跟爹说说 大哥 你回去啊 就跟爹这么说 你说他如果要是愿意来接我的话呢 我就 我就 哪吒 我回去就让爹来接你 可是要爹认错不太可能吧 你听大哥的话 如果爹肯来接你的话 你就不要再耍性子了 好吗 好 我听大哥的 如果爹他要是来接我的话 我就跟他回去 如果他要是不来接我 我就 我就永远不回去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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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能 我认可 别再来 别再来 是的 他们 十 就 他 是我 只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